天璣跟巨門我們特別行人說 他是一個孤方自賞的人 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看看那個 內心有一顆異動的星的天璣星 但是表面上看起來 我就是一個好人 天璣是一顆星呢 因為它 有著同時有著 善良跟善變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很去注意說 它對攻同攻打有什麼樣的行藥 那我們之前介紹他跟天璣在一起 天璣這個老人家 或多或少會去照顧著他 然後會去提醒著他 再來天璣星還會跟誰組合呢 天璣還會跟巨門為一組 天璣跟巨門 天璣跟巨門 基本上它會在直五位會對攻 天璣在這邊 巨門就在這邊 或者是顛倒過來 還有一個位置呢 就是天璣在這邊 巨門就在這邊 它會同攻 然後對面是空攻 天璣跟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相對來講我們就要去注意 巨門星的概念 巨門星概念 巨門星呢 它就是一個 在書上面啊 從頭到尾都告訴你說 它就是一個黑暗的星耀 像黑洞一樣 內心空虛即莫覺得冷 但是呢 有看我們影片呢 的人呢 我們就會跟你講說啊 巨門星呢 它的重點叫做敦厚溫良 它其實也就是一個善良的人 也就是一個 充滿了愛心 充滿了想要照顧大家這樣的概念的一顆星耀 為什麼呢 巨門如果當命工 它的福德功一定是天良心 所以當天璣巨門呢 它如果同攻放在一起的時候啊 在夫妻宮 因為我們這集主要介紹的是本命夫妻宮嘛對不對 所以呢 它如果天璣跟巨門放在一起 在夫妻宮的話 那它的命工一定是天良心 命籤 通常就是同梁對共 同梁對共這一組啊 也是一個啊 我喜歡做好人 我喜歡做善事 然後我喜歡幫助大家 那這樣子的人 他在情感上面 我們常講說 每一顆祖星啊 每顆祖星除了太陽那一組之外 只要跟巨門的放在一起 他基本上就被巨門吞掉 所以天璣跟巨門呢 我們特別形成說 他是一個 逼方智賞的人 博學 聰明 然後呢 很多自己的想法 可是呢 他就在自己的 範圍裡面去想這些事情 因此啊 天璣跟巨門 如果在夫妻宮呢 通常啊 就要注意的是啊 他有沒有碰到殺雞心 你想想看 一個人 他對他自己的感情 是孤方智賞的 他對他自己的感情 總覺得說 我就是在我的想法裡面 跟我的浪漫裡面 在追求我的感情 這個時候 如果有殺雞心進來 或者說有很多桃花心進來 那他的這個孤方智賞呢 就是他那個花園 就會種得比較大一點 他的 他的這種 因為夫妻宮的對公是關祿宮嘛 所以相對這類的人 他通常在 在功課啊 學業上面 工作上面呢 也都不會太差 然後呢 也都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婆有才學 那這樣子的人 如果他有一點衝動 再加上有一點桃花 當然就很容易會吸引到 很多的人 那如果再加上他自己的 價值觀又是這一種 我覺得 對 那就是對了 我覺得對 那就是對了 這件事情呢 如果呢 他覺得他要多照顧人家 或是多 給人家一些關愛 這是對的事情 那他會覺得是對的嗎 可是你說他男朋友 你可能覺得這樣不太好 對不對 但對他來講 他不會覺得這樣有什麼 我又沒有怎麼樣 我只不過多關心一下人家而已 我只不過是跟這個鳥來而已 好處是啊 絕大多數的情況 他就是孤方至上 絕大多數的情況呢 他也就不是很敢 真的去 去 亂來還是怎麼樣 那唯獨要注意的就是啊 有沒有殺技星進來 給了他一把刀 給了他一把祸 讓他很衝動 同樣的 當他如果是話路的時候 那他就有很多機會 因為他的聰明 因為他自己一點點的那一種 在情感上面的孤傲 反而會吸引人家 如果是話拳呢 他會很重視自己 所追求的感情狀態 當然我們不得不說啦 就是那個 因為現在雖然講本命潘 但是運線走道也會有可能 所以呢 話拳會被指為是說 他會在乎自己 在感情裡面自己的主導圈 跟感情裡面自己的價值 那這一類的人呢 坦白講他只要碰到他所愛的人 他其實不會在亂動 所以話拳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況 再來 如果是話科呢 這一類的人通常 也都是在感情上會比較穩定的 因為他會很在乎他自己在情感上的名聲 那如果是話技呢 話技的話呢 他就是個空缺的狀況 可是這邊卻很奇妙 我們在前面講那個積良對孔的時候 讓他話技他可能會想東想西的 這邊的話技呢 因為有顆聚門心在 所以反而會讓他覺得 他不知道該怎麼去經營他的感情 那當然他就有個極端的現象 如果桃花星多又殺季多 因為他不懂得經營每段感情 可能外人看起來好像他就很混亂 可是如果他沒有這些東西 他反而就會變成在情感上面 他會裹足不前跟他會很小心翼翼 那反而就會變成有孤的狀況 孤單的狀況 或是他不知道怎麼跟人家相處 他不知道怎麼跟異性汪來 那這個是天際跟聚門如果同工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我們還要去看說 去因為聚門心都要去擔心太陽星 如果你的太陽星是在望位 這個狀況呢 會比較改善 那如果說太陽星如果在弱線位的話呢 這個孤僻的狀況就會比較明顯 比較花星的跟擔心的 是哪一個呢 是天際跟聚門對拱的這一組 天際跟聚門如果放在一起 聚門心呢 那種不安全感會把天際關起來 然後讓天際想說 你就好好想一想我該怎麼辦 所以如果他運線沒有碰到很奇怪的狀況 他通常都是每一段感情他都要 好好認真想一下 但是如果是對孔的這一組呢 如果對孔的這一組就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天際很聰明 而聚門呢 通常很會說話 但是太陽要望位的那一個 通常會說話 或者至少是言談能力沒有太差 這時候呢 如果他的天際心呢 又畫了路 他聰明又懂得更加溝通 天際畫了拳 他用 能夠用他的聰明才智呢 能夠拿到他所要的權利 或者是說他畫科 他很容易用他的聰明才智 得到人家的讚賞 這些都會去襯托那個聚門星 讓他在情感上面呢 有很好的表達能力 跟很好的溝通能力 自然而然 當煞技星不斷在盤上出現 或者是說呢 高機率的那個 有匯到其他桃花星的時候呢 就容易遭到很多很多的那個桃花進來 更重要的是聚門是一個空缺的星耀 所以當夫妻公有天際心 而對公也就是關路公 關路公會是夫妻公的內心世界 我在感情上面 有很多的想法 有溝通的能力 可是我在感情的內心卻是很空缺的 自然而然這個人就很容易會希望說 沒關係 我呢 現在有一個 但是呢 我備胎有一檔 我不見得會跟備胎在一起 但是跟正宫翻臉的時候 至少我後面要有備貨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畫技呢 如果是天際畫技呢 天際畫技一樣的 就是要看說 正常的狀況之下 當天際在畫技的時候 他會因為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 反而不敢踩出那一步 可是如果有煞技星 其他的煞星進來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說 我那一步不敢踩的過程中間 那我就亂踩好了 那亂踩很容易就會亂 OK 所以這個是天際呢 他如果跟巨門同工的時候 在夫妻公 我們會碰到的情況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要講 那個巨門的特質呢 叫做敦厚而溫良 所以呢 他一切的行為 都是因為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說天際跟天良在一起 是因為他希望在情感上面呢 不要辜負人家 不要對人家不好 那天際跟巨門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 在情感上面呢 很容易受傷跟害怕的祝賀 他生怕自己 會在情感上受傷 所以他就需要 有很多的備胎 這兩集會不會受到很多天際星的 來罵我 別這樣啦 天際的 通常都是 還不錯的情人哦 女生都找到才子 男生都 找到美女哦 雖然大部分都是平胸的美女 大部分大部分沒有全部 好 謝謝大家